残宝宝是一种多么傻的昆虫 多么的呆 就是呆到令人发指 就很多人都养过 你们可能也都知道 这种昆虫真的是特别好养 那问题来了 到底是它天生就这么傻 还是说是人工养的 把它变得这么傻 肯定是后者 因为这样的话 饲养起来能够更好的管理 那养残宝宝 需要注意什么 首先就是桑叶 不能沾太多的水 如果沾太多水 它会拉肚子 拉肚子就会死掉 有零吃木幼虫 是这个样子的 那在野外下一个雨 不就全挂了 那就灭绝了 所以产宝宝是没有办法 在野外生存的 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欺负它 如果你在家里饲养的话 家里的蟑螂老鼠都可以吃它 它不会反抗 它没有任何的反抗精神 等它吃完桑叶以后 其他的零吃木昆虫的幼虫 都会重新去找寄组植物 残宝宝不会 残宝宝就会待在原地 直到你再去拿桑叶喂它 它情愿饿死 它都不会迈出一步 去找新的桑叶 也是因为方便管理 你只有把桑叶铺在很近的地方 它能闻到那个味道 它才会去吃 所以饲养它主要还是为了让它吐丝 结茧 因为丝绸的主要原料 就是它们的茧嘛 现在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这个昆虫是很好获得很呆 但是在唐朝的时候 这种昆虫是禁止出口的 因为一旦拥有了这种昆虫以后 其他国家的人就不会问我们买丝绸制品了 你以为那些国家的人就没有动过这个脑筋吗 当然动过 但是它们有了残宝宝 养出来了这个蚕丝 最终因为没有人仿杀 因为还要再加工嘛 没有人仿杀 不会 所以也就不养了 家残的成虫白天也能活动 这就是神奇的地方 大多数的鹅子都是晚上活动的 但是家残鹅可以白天教配产卵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种昆虫是特别有象征性意义的 家长也可以告诉小朋友 残宝宝背后不为人知的知识